在今天企业最头痛的应该是面板大厂友达了 友达现在看来真的是多事之秋 滞留在美国的高层 因为反托拉斯案被判刑之外 现在又出现我们台语讲的 请妖气加布袋 因为友达前主管涉嫌泄密 给大陆华星光电关键技术 以千万薪水的利用 让友达全球维尔技术外泄 引爆出一场商业间谍风暴 面板用力弯曲还能显示画面 厚度薄到只有0.3厘米的MO类面板 是友达拥有全球维尔技术 如今却引爆出一场商业间谍案 主角就是疑似照片上 友达前研发高阶主管 连泳池跟王怡凡 带着可弯曲面板技术 带枪投靠大陆竞争对手 华星光电 他们任职的条件就是 以提供本公司的MO类 还有影像品质最佳化 有达进一步调查发现 案情并不单纯 离职前两个人计划性下载 机密文件 早在去年9月 两人先后以返家 继承家业为理由提出离职 没想到不到半年 却回头挖角同事 一查惊觉 两个人早已到大陆TCL集团 担任工业研究院副院长 和华星光电MO类开发部长 外船联水时年薪就高达新台币 2500万 王一凡也有500万的高水准 这样的薪水 是当初在友达的5到8倍 只是检调却解除两个人限制出境 也已经回到大陆任职 台湾面板厂如今深陷亏损的泥造 又面临人才流失 前景恐怕不乐观 东产新闻众报道